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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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像帳王, 看樣子 行了 難得型格的型格不懂得贏 剛才機哥說是不早做步速 做步速?近十階、九階萬步速 紛紛放得回來了 就說你的包裝沒有進步 你又不留心聽話 記住了, 沒什麼進步 無論如何, 飛輪閃耀 別咬那麼多, 跑二千位這麼快轉彎 你們的理想檔位是多少? 三, 三檔人最多 我? 帳王?三至七檔都可以, 走三位 你別多說, 這麼貪心 我是只有一個檔位, 二 其實我也是只有一個檔位 現在一檔, A蘭一檔的數據很強 事不宜遲, 看看牌子找抽籤儀式 等了很久, 心情由將樽蓋等被揭開 抽籤儀式, 抽籤儀式 那第一隻是哪一隻呢? 因為都像基哥說, 金介檔位 殺在太厲害了 第一隻, 炎鋼魚仔 先高分一點 經典杯盟主, 抽籤儀式 你看, 慢慢甩甩的, 慢慢甩甩 還給他抽了三檔 但他很開心, 三檔好像贏世界冠軍 看著眼睛 握著口罩 也知道什麼叫見…笑得見牙不見眼 下一隻, 也是高分 經典一里賽的冠軍, 厲害 我抽了兩隻一百零一分的馬 先高分一點 勁駁的跑法, 稍微被動一點都可以 那這些又沒問題, 八檔 其實也是一樣的 盡善盡美, 只折63分 在香港沒有贏過2000米 又是高分 達心星 你說父系, 達斯巴馬 只有一隻贏過, 達心星抽什麼? 二檔 忘了我的檔案 應該幫他多少, 這個二檔 對, 應該會貼到藍人邊 應該要雷神 行運快車 銅紙, 銀刺 看到他是用紫色的帽子 主力好醫 正常的帽子 狗檔 但是他跑法又很彈性 對, 用紫色的帽子 這次是用紫色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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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緊張 二檔沒了, 沒得重溫 姓威王當年贏了帽子 有沒有禁止?給你一個二檔 不是466也好 466 再一次, 李先生 給你隔壁的隔壁 刷檔可以嗎? 刷檔可以 可以, 不刷 直接刷檔 大神感受, 很緊張 他還有一隻M 對, 還有一隻包裝 他不是想抽自己的帽子嗎? 對, 恭喜發財 抽什麼? 韋達抽 很快手, 韋達 14 很快, 沒懸念 其實他抽過很多次了 當然是騎士, 現在又練馬斯 接著, 另外一部分 菲林閃耀 這個很緊張 因為他給你兩個 送到一給你 給你一個, 多給你一個 加一變成11 那就真麻煩 很壞, 看你怎樣跑 有實力是可以的 做哪一隻呢? 用刺拳 用刺拳 用苗裡只有一堆 上次他一檔贏馬 內檔很重要 看看他出什麼檔 上次一檔贏一堆普通賽斯 不如我可以 我剛才出過你那隻, 十二個 然後呢?限制了法規 可能要改跑法 上次跟好位 騰風很老了 菊草還不錯 看看二千又如何, 田草 對, 全兄第一批 也贏過上二千四 還是外檔 他外檔可能小一點影響 還是足後的 不是, 他是否留後跑 沒所謂 當威爾頓地跑 接著是哪一隻呢? 我那一隻 你那一隻 大紅色沒有凹 你想抄什麼檔? 裡面比較好 對 裡面比較好 你最進的… 最進來 這個檔位是否… 有點尷尬 不尷尬的, 可以黏牌口 好, 另一隻包裝 另一隻包裝… 不過包裝永恆 我們的菜職員都是膠沙職的 雖然贏過五千米 但這隻很瘦期 綠檔 差不多抽完還沒抽象王 你剛才說是三至七 只剩下三個檔位 謝謝 象王 是你的象王 象王型鴿馬 好, 二汶學家的剩下三至七 抽了幾個 其實不怕, 我就不介意檔位 抽什麼檔位 我現在覺得這麼輕鬆 你看, 厲害 五檔位 其實檔位很重要 我告訴你, 請 這個好的檔位, 成功的一半 你看他現在說完, 還減針 知道嗎?很重要 我待會給你一些數據 來看智慧神駛, 另外一隻 這隻可能Anthony都會看他抽什麼檔位 因為可能有機會快 對, 四檔 都是內檔 很近, 近銀池的檔位 只有一隻, 卓躍錦標 只剩下一個檔位 只剩下一個檔位 也是能撿到外檔 不過計狀態卓躍錦標 近期都挺頂峰的 很適合 他星期二的貨品 包裝泳城, 我覺得都走得不錯 對, 他是帶著包裝泳城進去吃 好, 看看我們那幾隻選什麼檔 沒錯, 都是內檔的 是唯獨黃精圖的飛鱗閃耀11檔 排位比較外 究竟你會否選過黃精圖 真的要量度一量 待會拿數據去看看那些盲碗的檔位 對 淘土王, 你在考慮是否選擇 給你多一點數據參考一下 看看你能否選擇 是甚麼呢 就是2000年開始 打比頭馬的檔位統計 三檔贏最多 難怪你健康愉快 剛才是馬主好像贏世界冠軍一樣 九檔、十檔就緊隨其後 不過這樣, 一檔、五檔、八檔 還沒贏過 剛才抽五檔, 好牙斬斬 說是好檔那些 說兩句吧 五檔雖然沒贏過 每個檔還沒贏之前也沒贏過 三檔贏四次, 剛好而已 你之前也是零的 現在就破給你看, 偉達 看看能否破得到 但你的跑法上是好處的 說的是象王 因為看來, 其實金貴A欄 也有用過六次 如果你計算八場的2000米賽事 後上馬的跑法佔了差一場 居中後上是大利的 如果計算輕滑 其實他也是居中勁跑的馬 是進來最後直路階段 可以貼難贏 但如果跑到中外搭長次 是非常好處的 所以看看這條A欄 是否進來直路 飛出大外島, 一些都不怕你了 我又不太害怕 因為一檔銀池在這裡 那時候輕滑就是蔡明蕭 這次銀池也是蔡明蕭 不如我們看看那貨試集 我們有貨3月9日的1600米閘 這貨集也有很多人在一起試 銀池杯馬很容易贏 裡面是象王 外面大矮浪勁勃 運快車, 中間還有包裝永勝 哪一隻試得好 還有永王紅帽的紫眼罩 銀池帶出來 裡面象王又騎了幾步吹上來 但是銀池這貨也有一點點… 向外面, 外面 對, 尤其是他進正直路那一刻 真的閃了出來 還有說一點花邊 出跑道的時候 莫雷拉也有份出事 到閘口, 他跟蔡明蕭談了很久 有些手部動作, 不知道說什麼 不過不是手部動作就是那些 好像告訴他, 貨會閃的 但是去到試那一刻 田泰湯贏的帳王, 跟著在後面 好像真的知道他會閃閃 就想不想走進去 那真是… 田泰湯也很清楚的銀池 是不是真的要放的 不如聽聽蔡明蕭怎麼說吧 對, 似乎他繼續增進 他跌倒到2000年 所以那會很有趣 他是一個很優秀的 所以如果他可以放鬆 那是一個很好的問號碼 這只是對於他的年齡群 所以如果他放鬆, 他的能力仍然不知 所以, 似乎他會成為我最優秀 所以, 待會再看 聽完蔡明的笑話 這隻馬很放鬆 看來也可以在前面勁跑 只是一點點叫出來的 我想有這個內蕩 是幫到銀池很多的 Anthony Goplin 對, 而且他在試襲到試過一次之後 應該摸熟這隻馬瓜 其實華賬方面 今季也有很多機會去參加 這個打比大力賽 對, 潘明輝也有助騎 上次試完閘 然後跑那場1800米 他應付得到 我相信2000米他一樣應付得到 他是紅馬 距離來說, 他比較有大汗 緊張一點 這是正常的 他每次出賽 他的情緒會有改進度 我試襲的時候他更加緊張 他一次一次會比較好 對, 我相信他 看過2000米的檔位和跑快的統計 黃禎濤, 飛輪閃耀11檔 要不要選一隻? 要就快, 再拍過 飛就不會飛他 因為牆力十足 但只會繞一隻, 說答心聲 沒理由莫雷拉不放手 上次經典杯, 塞一塞 但如實很好 搞甚麼?你戴頭盔就戴頭盔 不過我也不怕戴 勇戰神區, 隨時督爆馬 畢竟是同組 唯一一隻贏過田草2000米的馬 還有那場二班的2000米 水準不差 很多馬貴女都會贏 這次撿過十二檔, 更好一點 多分兩元 我就專一一點, 繼續選人池 一檔應該好跑的 我也不轉了, 帳王就帳王 大亂鬥, 看看今屆打給大賽 誰會贏 大節目尾聲好像欠缺點東西 是不是金句? 原來你們流行這尾 這麼想要, 就給你了 包裝永勝的打給金句 是這樣的 大師回歸就欠大獎 一哥二千, 三甲強 今季希思吹匯從來 暫時成績不太好 但如果能贏一場打給 震一震士氣, 就應該完全不同了 去到2000米, 是說步速 說走位的口言 潘一哥這兩樣也不用懷疑 撿到檔位又不差 三甲沒問題 對, 第二匹就交給我 考發有利, 長力夠 盡可攻時, 退可守 都是說帳王 偉達和田泰安都沒贏過打給 看看可否帳王幫他們一次過達成兩個願望 騎練都在打給開祭 第三匹到我了 銀池實力未見底 明肖打給, 靠他威 蔡明肖也沒贏過打給 抽套一檔, 馬好跑 我不信他做步速了 這次就支持他 這麼多一哥, 這麼多華將 當然要說說飛輪閃耀 華將一哥衛免戰 銀力十足, 最難纏 說說飛輪閃耀 銀力害地, 證明了 上次是虧了慢步速形勢 飛到大灣而已 但是這個華仓班底 上規都是華人騎練贏, 都是何摘堯 沈集成也很想達成這個願望 所以支持飛輪閃耀 小福們, 夠隊形了 2021保馬香港打比大賽 星期日第八場 四歲功名, 一生一遲 約定大家星期日 一起見證四歲王者的誕生 今天謝謝各位收看 以及各位的支持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再見… …